星星稳稳稳稳 小姐 你怎么了 她现在不舒服 少女边哭边说 妈妈明明只是关个门 却突然碰一声 昏倒在地 把她吓坏了 我要关锅里面 然后就昏倒 然后就听到头上 然后就昏倒 然后一开始 她的鼻子没有呼吸 少女不断亲拍妈妈的脸 希望妈妈能够保持清醒 因为就在前几分钟 无论她怎么叫 妈妈都没有反应 除了急忙报案求助 也立刻对妈妈实施CPR 我打电话给你们 然后我就把她吹起 然后就醒来 原来证明住在嘉义的50岁 赖姓妇人 已经身体不舒服好多天了 但一直都没有就医 就在14号下午5点多 女儿刚从学校返家时 她突然一阵晕眩 昏倒在家门口 幸好有女儿 激紧地实施CPR 才顺利让妈妈恢复一事 陪着妈妈就医的少女 到医院仍然不断的错气 虽然一度被吓到不知所措 但救护人员仍大赞 都是因为有她 即使把握了黄金救援时间 才让妈妈能顺利送医 记者侯国人张喜 嘉义报道